这个季节大家最喜欢进一步了 但是如果你要买土鸡的话 真的要多花一些些钱了 主要因为土鸡大减产 价格狂飙 每台金批发价 现在已经高达50块钱了 这创下了历史新高 一只防土鸡的全鸡鸡腿 竟然也要160元 真的很贵啊 传统市场中卖土鸡的摊商 就特别告诉我们中视记者 他做生意已经有三四十年了 从来没有这么贵过 土鸡肉麻油和姜片等食材 大火熬煮 飘向又暖胃的麻油鸡 在冬令进步时刻 总是忍不住一吃再吃 星期五就是冬至 想在家中料理 但是婆婆妈妈到市场走一遭 全都吓了一跳 因为鸡肉真的好贵 光是半只土鸡 就要价200块到300元 而全鸡腿也涨到了160块 民众大喊吃不起 摊商也叫苦连天 做三十几年了 今年最贵 现在都很贵了啦 一只鸡腿多少钱 原本一只差不多130 现在160 每一只鸡进货成本增加了100元 也让摊商大泰 现在等于多卖多赔 高贵的价格也让民众望之却步 这很贵啊 讲到史上最贵 原来是禽流感 再加上需求量暴增惹的祸 比较大涨 那因为消费力也比较下降 不过再贵不到两个月 就是农历过年需求望尽 土鸡供货吃紧 短期内土鸡的价格恐怕会不太便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